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昨天美國股市拉回 市場解讀因為物價指數飆高 再加上大家在觀望什麼 這兩天FOMC的會議 利率決策會議到底會出現 會不會更鷹派的結論 所以市場上 解讀是大家選擇先退場吧 所以這兩天 尤其昨天美股出現拉回 不過台北股市今天還好 今天台北股市怎麼表現 今天是開低走高 今天早盤開低它跌6點 開低走高尾盤拉起來 尾盤漲了60點 是不是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還是一個盤整盤 美國跌台灣就紅K 美國漲台灣就黑K 所以其實盤整盤還是沒有變 這兩天美股的回檔 其實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有解釋 是因為MACD的關係 不管媒體如何解讀 因為媒體總是漲的時候找理由 跌的時候也告訴各位原因 都是這樣子 總是事後說故事漲 它總要告訴你一個 為什麼會漲的理由 那其實我都覺得那叫做事後說故事 其實在之前我就說 因為美股 因為台北股是MACD柱狀體是負向的 所以逢反彈你要站在解碼的一方 那減碼資金抽出來 不是你賣的股票 弱勢股賣了有價差買回來 一樣是弱勢股 那種股票不要買 要買什麼 要買的是強勢股的拉回 昨天是不是好多強勢股拉回 東哥遊艇昨天不是跌停嗎 今天不是又漲停了嗎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強勢股的拉回 我們系統最強的一檔叫藥華耀 藥華耀昨天跌停 今天又漲停了 所以重點是買強勢股的拉回 我在節目裡面說過很多次 那今天的大數據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大數據 今天只小漲了60點對不對 昨天是跌168點 今天檔60點 你看到沒有 昨天才平昌38 今天沒拉 今天只有一檔平昌 啟動變成14檔 有沒有看到 啟動14檔 老實在多頭多13檔 空頭沒有變對不對 既然是這樣大數據 當然分數往上了 各位看一下今天大數據 昨天是93吧 今天是93.5 都還是相當高了 所以 昨天一根黑棒 不但跌破十字距線 也跌破了月線 那今天反彈 老師是不是只跌了 是不是 我個人看法 其實不用那麼樂觀 它就還是一個整理盤 它需要MACD做一些整理 需要時間的化解 等到適當的時機 它總會拉出來表現給你看 所以個股的操作才是重點 指數你暫時先放兩邊 因為指數就是一個整理盤 對不對 就是一個整理盤 它就還沒有表態突破了 等到表態突破 你就要積極地進場囉 這是我上禮拜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上禮拜我就說 複製22年前的模式 來這禮拜天跟各位分享的大事業化 我說大盤要回 真的回 其實在22年前也有回 也有回 22年前這裡 把這裡記起來 2月列花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回也回 有沒有 也回了一段時間 回了一段時間噴出 所以這裡回各位你要不要買 其實它拉回記起來還是要買 各位如果你不敢買的話 不要漲上來之後這裡放空 那裡是做多的機會 所以在上禮拜 就禮拜天前幾天 大事業化跟大家分享是 拉回來找買點 在突破創高之前 趕快上車 這是我在前兩天大事業化說的 所以你看昨天 昨天是不是很明顯 昨天是不是很多股票中錯 老師你的太福也從早天買 變成疊半支 對 那我有沒有出 沒出 我昨天是不是說 我昨天還特別把會員打電話 來當時的圖我截下來 昨天 對不對 我沒有在這裡出 我沒那麼厲害 因為我沒有做短線 我說會員你要做短線 自己做短線 拿一半來做 不要把這裡出完之後 有價差記得買回來 不要這裡沒出 這裡才想要出 老師這裡還賺三十幾% 要不要出 因為我們賺了四根停板 賺了四根停板 這裡第五根 這裡是第五根 沒出 老師你第五賺五根停板 五十幾%都沒出 這裡沒出 哇變三十幾% 對不對 這裡差15%超過 哎呀好可惜啊 老師你看這裡沒出 老師這裡要不要出 還有賺 這是我昨天說的 因為會員動不動了 打電話來 老師怎麼還不出啊 是不是瞬間拉起來 會員電話打完十分鐘之後 開始急拉 所以你有沒有碰過這種狀況 不出 不出 看看看看 哎呀好啦出啦 出完便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才在節目裡面說 也才跟那個會員說 沒有平常訊號對不對 老師對那不要出嘛 你沒有做到價差 早盤如果沒出 這裡就不要出了 如果早盤有出 拉回來記得買回來 那昨天吧 對不對 這是昨天盤中印的圖 剛好印到最低點 幾乎是最低點 後來他是收到平盤附近 所以拉了很長的下影線對不對 今天又來了 現在大家會了吧 這裡你到底是該賣還是該買 今天又來了 到底該賣還是該買 當然該買啊不是嗎 昨天不是才說嗎 強勢股都拉回早買一點 這裡賣到這裡不差10%了 你如果賣到這裡 6、9塊多 那你不是昏倒了嗎 對不對 所以強勢股不要追 你不追沒關係 但是急跌重挫 你要記得進場啊 昨天不是才說嗎 弱勢股逢反彈 資金抽出來 買什麼股票 買強勢股的拉回 買強勢股的震盪 買強勢股的重挫啦 對不對 左勢是不是才說啊 是不是 那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泰福 我們之前就佈局了 跟大戶一起佈局 12月2號那天有沒有 恭喜 公上漲停板 第一根漲停板57塊半 我買哪裡買53塊半的 為什麼 佈局 因為大戶佈局啦 整個11月份 幾乎每天買對不對 有沒有 特定券商每天買 但是不超過100張 這裡是100張 沒有一天超過100張 每天很平均的一直在買 所以我們也跟著大戶一起佈局了 在11月份 有沒有 這裡是11月份嘛 大戶在這裡佈局的嘛 然後拉起來對不對 12月2號 第一根漲停 12月9號第二根漲停 有沒有 盤中再攻上漲停 金鑽冠軍的 非常恭喜有沒有 第二根漲停 61塊半 來 10號 第三根 第三根漲停 67塊7 對不對 13號 第四根漲停 74塊4囉 39.1% 快40%了 對不對 第四根了嘛 74塊4 我們獲利將近四成 有沒有 將近四成39%多嘛 將近四成 非常恭喜 然後呢 然後就昨天啊 昨天怎麼樣 第五根 還好沒有公告會員對不對 因為沒鎖住 第五根漲停板殺下來 剛剛各位看到了對不對 漲停板殺下來 今天呢 今天不是又上去了嗎 剛剛各位不是看到了嗎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昨天如果你殺掉 股票不是昏倒了嗎 是不是 所以操作上跟著誰做啊 跟著系統做 你自己不要亂做 自己真的不要亂做 尤其是你不要跟著 什麼 跟著你的情緒在做股票 對不對 再看一下 昨天的殺盤 哎呀真想賣 老師還有賺30幾% 賣完 不是昏倒了嗎 所以真的 不要隨著情緒做股票 今天找盤又來一次 所以有昨天的例子 今天應該會了吧 這裡該買還該賣啊 當然該買啊 大戶又沒跑對不對 大戶又沒跑啊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操作 在不在 都還在 我們一張都沒出 我們一張都沒出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操作 能賺5成 不要只賺5%就跑掉 那我們為什麼會布局太福呢 因為看到籌碼 跟中文夠一樣啊是不是 各位 信籌碼者就獲利 當然我昨天也有強調 籌碼不是唯一 所以一檔股票 是不是籌碼好的一定會大漲 那也不是一定 老師那怎麼辦 就透過我們的軟體 幫各位做精算 量價籌碼打分數 他籌碼可能真的90幾分 但是量有沒有夠分數 價位有沒有夠分數 來這才重點嘛 量價籌碼要中和打分數啦 你才能判斷這檔股票 夠不夠資格成為標股 有沒有達到95分以上 這是我篩選股票的一個邏輯 因為籌碼好的股票何其多啊 強勢股 據說面強的股票也不少啊 到底該怎麼判斷 全市場1700多檔股票 你到底該怎麼選 所以你要選標股 大家都想選標股啊不是嗎 選標股有標股的操作邏輯 很難去買一檔股票 在底部整理它變標股的 很難啊 偶爾可能運氣好 不過如果你在底部買到一檔標股 我相信你大概也標股的起帳 那一根就賣掉了 所以最難的就是這個 那我們邏輯是起帳再去買 起帳它已經量分數出來了 價位的分數也出來了 那搭配籌碼分數夠的話 這檔股票怎麼樣 就會訊號了 對不對 瑞特就是啊 整理了半天 哎唷 老師訊號出來 對 而且出現訊號那天 還爆大量黑K 9號喔 就隔天10號你來不來得及 都快要盤下呢 是不是 來得及吧 來得及吧 隔天 爆大量黑K的高點就過了 有沒有 還漲停板 強不強 強 再隔天 禮拜一它直接開漲停 更強 好 對不對 禮拜一 昨天來了 哎唷 老師差10%呢 要不要走就不用走啊 對不對 沒有平常訊號嘛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說又一根爆大量黑K 昨天又爆大量黑K 那90塊6會不會過 我昨天不是才說嗎 拉回來 大盤拉回來 很多強制股回檔 很多強制股出現震盪 那不就是你上車的機會嗎 這些股票 我昨天有說我高漲賣掉了嗎 沒有啊 我們不是神 我們不會去拆高點 如果很喜歡拆高點的 很多股票 很多波段大漲的股票 你早就被洗掉了 你怎麼可能賺5成賺1倍 你大概賺個5%10% 覺得自己很棒 不是嗎 是不是 所以瑞特在不在 當然還在啊 對不對 各位你看一下 瑞特今天高點過了咧 昨天不是才又爆大量黑K嗎 這裡爆大量黑K 隔天漲停板 昨天爆大量黑K 今天又過高點了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爆大量黑K 該買還敢 電視上每個都爆的股票 不要 99個這樣跟你講 所以我理督心告訴你 爆大量黑K 高點會過 各位你印證的不只100檔了吧 對不對 所以來我們東哥遊艇會不會過 高點會過 買股票 買這裡 框日費時 不是操盤手的邏輯 對不對 不是我的style 你買這裡你找別人 你找別人 你要買這裡買低檔 你找別人 你找別人 我們買股票不會買那裡 老師買股票買那裡會賺比較多 你買這裡你爆到這裡 你爆得到這裡就不錯了 如果你爆到這裡的話 那你很厲害 可是有的股票買到這裡 死也不會漲不是嗎 所以他什麼時候會漲 天曉得 我們的邏輯是 等他要漲 等他表態 等他表態 等他夠95分 我們再進來就好 好來 第一個爆大量黑K 127.5會不會過 現在大家懂了吧 過啦 是不是過了 127.5 現在被137.5對不對 過了沒有 過了 這個爆大量黑K過了沒有 過了 老師過高沒有量 量價背離 要不要出啊 再來 再一個爆大量黑K 9號 149 有沒有 又有個大量黑K 會不會過 會不會過 9號 10號掌停板給你看了有沒有過 隔天就過了 有沒有 是不是又過了 老師好神奇喔 所以電視上跟各位說 高檔爆大量的不要買了 聽聽就好了 誰的話最準 不是說準不準的問題 這是一個統計的結果 因為我們聽過量先價行 新大量之後還會有新高點 這我在30年前 還在股市菜鳥的時候 就聽過了 對不對 好 那我總要去印證吧 這個量先價行 到底真的假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會過高點 紅K大家都認為會過高 對不對 紅K嘛 那黑K呢 黑K也是新大量 那新大量 黑K離高點那麼遠 對不對 離黑K 黑K 這個黑K很慘 對不對 這麼高 這個黑K有沒有很慘 很慘 但是還過了 昨天這個 9號的黑K 是不是也過了 來 14號的黑K又來了 14號昨天不是黑K嗎 可是前一天禮拜一 他爆巨量 可是不是黑K 他沒有黑K 最高166 各位你認為會不會過 昨天跌停板的 東哥今天掌停板的 166會不會過 看起來滿有機會會過的 是不是 他爆大量紅K 不是黑K 量先價行166會不會過 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所以 出來的資金買什麼股票 買強勢股的拉回 這股票昨天是不是都中錯 東哥還跌停 是不是今天又漲停了 所以 當然我們不曉得它會跌停 如果跌停的話 當然是買點 所以 這很難說 就是說在市場上操作 在盤中 我都建議會員 最好就不要看 因為你看盤 你很容易怎麼樣 追高殺低 該做波段的股票 你做了短線就跑掉了 對不對 所以 如果要做波段 你一定要有一套 你自己的方法 例如說像我們的系統 你就按照系統 這些股票有沒有平常訊號 就沒有 沒有平常訊號 你就續爆就好了 立即 我們會員手上的股票 今天很強 8號 來 立即哪一天就出現訊號 8號 出現攻擊訊號 9號我們進場 對不對 9號這裡買的 盤下可以買 對不對 來 慢慢往上 13號 前天吧 我們8號這裡進去 好來 8號來 14號 昨天 還算收盤新高 對不對 今天立即也很厲害 32塊半了 有沒有 是不是 這是買股票的邏輯 我沒有買這裡 我沒那麼厲害 我沒有這麼厲害 因為這裡 漲到這裡 漲很久對不對 兩個月 其實漲沒多少錢 大概漲20%吧 那這裡有沒有比較快 當然有 有沒有 有啊 這就是操作邏輯 不是買最低點 買哪裡 買起贈點 這就是操盤手的邏輯 其實你看法人也是一樣 法人在操作 如果你有注意法人的籌碼的話 他很少低檔佈局的 對不對 偶爾會有 我們這樣說 法人可能也會先買一些測試 先認養一些 等到他轉強了 他再進去加碼 其實這是法人的操作 他很少弱勢股一路買 他買到不對 他是得面臨停損 他的長官跟他說 疊兩成的 要不要出一下要不要停損 你跟長官講再好都沒有用 因為你買進去 長官會說 你不是買錯股票 就是買錯價位 現在賠兩成了 走人 他還是得走人 所以法人的操作 賠兩成他是要停損 不管他願不願意 心不甘情不怨 他還是得停損 這就是法人的操作 所以你看到法人 常常是追強勢股 對不對 你看 耗星 我們系統出現訊號這天 其實你都買得到 對不對 這是我們最愛的 盤整一段時間 剛好第一根突破 隔天你還來得及 9號 8號出現訊號對不對 9號你還來得及 後面大概就來不及了 9號 10號漲停 對不對 10號 13號禮拜一 直接開漲停 昨天不是下來了嗎 哎呀老師昨天爆大量黑K 對 老師今天賣啊 對今天的盤下 買還是該賣啊 我個人的看法 還是找買點啊 還是找買點 那如果你不敢買這樣的股票 跟著誰做 跟著籌碼大師做 因為全市場最強的股票 我們評分95分的自由聲 都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真的不只這幾檔股票 好多標股 像今天 遊戲股 全部大漲 我們遊戲股今天也都有訊號啊 所以跟著誰做 跟著籌碼大師做 跟著籌碼大師 選擇市場 最強的股票和族群 那如果各位沒有辦法準時 兩點收看我們節目的話 很簡單 來 怎麼樣 各位你就很簡單了 你就訂閱籌碼大師 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要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 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一直在一個不口瓣上 誰啊 我男朋友 打電話分手 你們又不是我親哥 憑什麼來對舞指手話交的 1月3日晚間8點 你家人之名 台湾的家族的食材 我請你家別跟著 人民怒火 1218 出來投票 泳城國際投庫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庫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應軟體設備 製作投資準確性及時尚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敬意圖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領域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領域投資的不二選擇 泳城國際投庫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庫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今晚我想來點 麻谷柳城國立茶 三分堂加梅子 酷爆了 狂野又不是優雅 嗯哼 還有靈魂了 哇 我來喝來喝 謝謝 來 來 跟哥哥回家 可能有一天 你才偶然注意到他們 在台灣 平均每20人 就有一位身心障礙者 你的同理與尊重 都能給他們走出家門 走進社區的勇氣 請支持伊甸基金會 身心障礙者服務計劃 一起打造友善無愛的環境 台灣的家族的形態 人物 人民怒火 128 出來投票 整文采的國歌 踏步搖滾精神 歡迎回到成本大師 上個集團跟大家分享 昨天美股的拉回 大家以為今天大談應該掛掉了 其實昨天台北股市 已經領先反應 美股晚上可能的回檔 所以今天早上 昨天很多重挫的強勢股 今天是不是紛紛開低走高 這是我昨天才說的 反彈減馬里手上的弱勢股 拉回來你是要趁強勢股的拉回進場 只是那些強勢股的拉回 會把各位嚇到真的 真的是心臟會沒力 所以我昨天才說 要成為一個操盤手 還真的不簡單 那麼簡單 你心臟怎麼樣 心臟要稍微大顆一點 那老師我心臟沒有那麼大顆 怎麼辦呢 心臟沒有那麼大顆 你盤中最好就不要看盤 那你就看到軟體 收盤出現平常訊號 你收盤出現平常訊號 你在隔天 未來幾天 你反彈再來減馬就OK了 如果你盤中一直盯著盤 因為這些出現虛化的股票 震盪真的都比較厲害 昨天才說過 我們今天再來回顧一下 你看 這裡震盪有沒有厲害 昨天我們的泰府 10幾%嘛 15%以上對不對 這裡沒賣這裡好想賣 大盤好像掛掉怎麼辦啊 老師這裡還有賺30幾% 要不要出 你昨天想到的話想到要出就急拉起來 那出到這裡是剛好昏倒 那昨天又掉回來收平盤 那今天又開疊半支啊 你這裡如果賣掉不就變這樣子了嗎 對不對 每天震盪是不是都很大 那如果你沒有看盤的話 沒事不用理他嘛 到現在還賺錢當中四十幾% 留著沒事 那如果你看了盤呢 看了盤就會有事了 看了盤容易怎麼樣 追高殺低 真的看盤容易追高殺低了 對不對 泰府有沒有平常情況 沒有嘛 那又續報嘛對不對 昨天東哥不是也很可怕嗎 老師東哥昨天殺跌停了 對 是不是很恐怖 今天變漲停了咧 所以怎麼做啊 不要看盤啦 這裡買進去到現在不用出戰就好了啦 對不對 不要看盤啦 看盤實在喔 容易怎麼樣 容易追高殺低啦 現在大家懂了吧 對不對 我們手上的強制股 真的震盪很厲害 因為強制股常常往上衝嘛 連續好幾根漲停 這些股票都連續好幾根漲停 不是嗎 好幾根漲停殺一根跌停 其實也很正常吧 這來 這昨天的瑞赫 對不對 從漲停殺到盤下 今天又從平板拉起來 是不是 都是這樣子啊 今天瑞特還創新高呢 昨天爆炸爛黑K的 對不對 這都是我們雖然訊號的股票 或我們手上的股票吧 對不對 立即今天創新高 所以 感覺上老師操班手好難喔 其實不會啊 你把系統帶回去一點都不難 你就照著系統的訊號來做就好 沒有平常訊號之前 你就不要 怎麼樣 不要亂做對不對 不要亂出 這是人性最大的弱點 趨勢對的時候你抱不住 趨勢錯的時候捨不得 趨勢對的時候 像這些股票 趨勢對不對 很對啊 只是你可能看了盤 你會抱不住 所以不要看盤 系統帶回去 出現平常訊號再來 什麼時候有新的標的出現呢 跟著籌碼大事 我們是怎麼樣 運用大數據 幫各位挖掘提升財富的金礦 大盤拉回是中小型標股 表現的機會 這拉回 你要趕快上車 好朋友 拿起電話立即撥打 支付專線 我們支付零家 我們明天見 打電話立即撥打 我們明天見 打電話立即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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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立即撥打